北齐战神 今日便要陨落了 燕小乙是天下唯一一个熊 现在不杀他 将来战场上北齐必定死伤无数 谁能出手 哎呀国之大义啊 可不能走嘛 如果让范贤在一生所遇到的对手中选出个最强大的 那一定是大宗师中的艺人 但如果让他从敌人中选一个最危险的 最令他接近死亡边缘的 恐怕就非燕小乙莫属 燕小乙原本是猎户之子 和家人在山里过着与世无争的平凡生活 后来马匪袭击了他们的村庄 唯一幸存下来的燕小乙被迫流落街头 当年那个小山村满门灭境 就快饿死的孩子 若不是殿下路过带走 早就魂归久悠 长公主不仅救下他 还发觉了他出类拔萃的剑术 并将他培养成了庆国的九品剑手 这也是为什么燕小乙对长公主忠心耿耿的原因所在 燕小乙的身上可谓隐藏着无限的潜力 他是庆国的九品剑手 是剑法通神的天下第一剑 九品剑手 世上罕见 中了他的剑 大宗室都要戴上 他的臂力眼力和听力 在整个庆国军中也都是惊人的存在 你捡了条命啊 要知道九品以上 他们能听到墙内另外一个人的呼吸 他们通过声音就能断定阵在什么位置 然后用剑来刺杀你 但是作为大内侍卫统领 庆帝最信任的将领之一 燕小乙却只是明面上的保护 他的内心真正遵从的人 只有长公主而已 对于长公主的敌人 他势必要将其击杀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小乙的命愿意随时还给殿下 若是有朝一日 举国接地诸生讨伐 小乙也将半户左右 一路同行 长公主想要掌控内裤 和范贤走上对立 燕小乙不顾职责 协助长公主 在广信宫暗害范贤 长公主失势 被赶回信阳 燕小乙在边境疯狂追杀范贤 长公主想要这天下 屡立战功 已经成为征北军大都督的燕小乙 最终也随着长公主一起反了 大东山之战时 燕小乙亲率五千精兵 围剿大东山 封锁了下山的道路 范贤受命回京平叛 只得用真气 在大东山光滑的崖壁上往下爬 并很快遭到了 燕小乙超远距离的黑箭攻击 燕小乙为了给自己的儿子报仇 紧追范贤不放 两人展开了一场生死狙击 范贤自小接受五足训练 反应迅速 躲避力满极 再加上霸道真气 与天一道真气相辅相成 以及大黑箱的防御力 才能一直逃避求生 并最终争取到了和燕小乙对射的机会 将其击杀 纵观燕小乙的一生 他并非恶人 反倒是知恩图报怨赌服输的君子 他天赋异禀 数十年见到苦修 忠诚绝世强者 他兵封所指 正面从无能坚守三日之师 为庆国立下汉马功劳 只是为了报恩 他不得已战错了队 才因皇族的争权夺利而死 也因为骄横自负 败在了不知名的武器之下 诚如范贤所言 他并不是输给了自己 而是输给了超越那个时代的热武器 而燕小乙和巴雷特的终极一战 其精彩程度 亦不输于大东山之战 下个视频我们接着讲 下个视频我们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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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视频我们接着